我对乒乓球的喜爱 我觉得还是比较深的吧 我觉得因为从小可能 就是打上乒乓球以后 就是对他这种 还是能够感受到 他这种魅力的 包括可能经济体育这种 不管是赢球之后的 这种喜悦吧 还是可能这种竞争的残酷性 我觉得对我还是帮助很大吧 我开始打球 主要还是小时候吧 可能父母也希望自己 能够有一些 就是去做一些运动吧 但并没有说非要去专业的或者怎么样 但是可能也是在很多项目里面去选择了乒乓球吧 然后一直就变成专业 然后就变成职业的 可能一直打到现在 也是也是觉得很偶然吧 也很幸运吧 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取得这些成绩 还是首先还是很感恩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是能够在中国平方球队这样一个集体里面 可能也是能够加速自己的进步吧 然后对于自己可能现在成名了以后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会在比赛里面对自己这种冲击 可能也会比自己刚出来的时候要大得多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还是去在场上的时候 还是我觉得会去享受这种感觉吧 包括去可能在这种遇到困难情况下 能够去战胜对手 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确实自己就是在挺小的年纪 就加入中国平方球队吧 我觉得一个还是每天训练能够看见 自己在二队的时候可能看见他们一队的在训练 包括这种事业冠军奥运冠军 对自己触动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觉得自己也很幸运 在这种青年时期能够去参加这种青奥会 而且还是在南京在中国举办的青奥会 我觉得自己也是很幸运能够去参加青奥会 并且能够取得这个冠军吧 然后对自己以后我觉得 信心上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其实我觉得作为事业第一的话 现在成为了事业第一 作为事业第一对于自己来说 肯定还是完成了一个小目标吧 因为这个事业排名第一 肯定也是可能打球以来一直的梦想吧 但我觉得作为事业第一肯定这种 就是这种在名处或者这种 人家对自己的冲击可能会更大 包括自己如果处理不好 我觉得也会背上一些包袱吧 我觉得现在可能到了这个 有时候不光是技术上 可能心态上我觉得自己 有时候相对能够更简单一点吧 没有那么多的杂念吧 在赛场之外 可能有时候训练累了或者有时候感觉比较疲劳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还是喜欢跟队友在一起吧 然后大家就是互相吃吃饭 或者就是一块在一块玩一会闹一会 我觉得就能够让自己放松很多吧 其实我生活也没有那么丰富多彩了 每天可能还是因为每天可能还是都是训练为主 然后平时可能周六周日偶尔 有时候休息的时候也会就是在房间里玩玩游戏 或者这些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 其实作为乒乓球运动员 我觉得职业生涯中 就是自己想去获得的成绩 或者获得的冠军 最后真正能够拿到的时候 这种就是喜悦跟这种 就是开心的感觉是确实是特别好的 我觉得特别当你全力以赴 努力了一个事最后达到的时候 可能这种感觉确实非常好 其实对乒乓球作为中国国球 在中国其实打的人非常多吧 然后其实现在关注我们的人也很多 给我们加油的人也很多 所以也是希望不管是自己从场上场下吧 都能够传递一些积极的东西 然后让更多人去喜欢上乒乓球的 其实现在想想 有的时候 现在打球可能会更有压力 因为这种 作为这种中国队的主力 这种可能承担的东西不一样 但可能想想小时候打球的时候 可能就更多那种 就自己打开心 就那种感觉可能不一样 但非要回到我觉得也没必要 因为其实每一个经历 我觉得都很很珍贵吧 订阅了 Anyway 七 and losing the next three 五,五,六 三 六 amam 那是 安 是 甚至 什么 滇 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